蘋果是毒蘋果還是金蘋果呢? 10月前它最香 鎖定 歡迎收看萬事橫通 我是情報議員 我是報警長萬象和 我是一級調查員晚倫報告局長 我們最近的iPhone15大缺貨 蘋果要發了嗎? 趕快來看我的A級情報吧 根據新聞報導 蘋果iPhone15系列15號晚間 在大陸開放預售 10分鐘內官網一度被擠到癱瘓 天貓平台的Apple Store 官方旗艦電商首批iPhone15 Pro iPhone15 Pro Max 已全數售完 另外京東平台的預約總數 也超過256萬人 讓不少國粉笑稱 果然是躲得過初一 躲不過15 原報就表示啦 天貓補過9次 京東預約總共256萬人 真的初一十五不同啊 連之前吹的華為都拋在後面 每年都有人預測蘋果不行 結果不知道今年的預測 會不會成真呢? 那麼網友就回覆啦 小粉紅拿粉紅色超香 還有人說還不快ALL IN蘋果啊 嘻嘻 華為是工作 蘋果是生活 一樣都要跌爛的 想問局長 iPhone15缺貨 缺到11月大力光 玉金光股價是閃耀 接下來蘋果股第四季前 都有機會嗎? 就這個問題 其實華為 這一次故意在蘋果發布會之前 發布訴款新機 然後宣稱晶片全部自製 遙遙領先對不對 但是中國人嘴巴雖然說要支持國 但身體卻很誠實 我們看到很多的中國朋友 在自拍影片說 各大購物網站一分鐘內 蘋果新機全部賣完 根本搶不到 所以實際上的銷量 我認為會非常的驚人 也當然會帶動蘋果股 另一波的走勢 而我們台灣的情況也是一樣 網路上的銷售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多關注 當然局長我可以幫朋友 各位朋友來密切追蹤相關的個股 大家一定要準時收看我們的所有節目 謝謝局長的解析 接下來將進入破案環節 總部會隨時來電抽查 局長和探員將進行搶答最多三題 如果我成功次數贏過局長 那麼局長最後的機密文件 就會直接公布了 大家也可以跟我們一起猜猜看答案是什麼 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跟分享 有任何的問題歡迎做留言 總部換鈴聲 總部換鈴聲 這 接了 好 請問以下音樂是哪一位音樂家的作群 巴哈貝多芬 貝多芬 貝多芬 他是命運交響曲啊對不對 沒錯 他是貝多芬的第五號命運交響曲 好的 感謝總部的來電 那麼我們趕快來看一下今天要破解什麼案件吧 先帶大家破解的是藥華 電動車訂單式持續放量又有低軌衛星題材 局長怎麼看呢 來聽我解析就知道了 這個案件是藥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為台灣多層印刷電路板的製造商之一 同時也為台灣第三大手機板製造商 僅次於新興華通 把人盡期看好藥華在汽車 低軌衛星 AI伺服器 及其周邊高階HDI版的應用 而公司自身也看好新客戶 將足跡放量哦 他的破解就是四顆星 證據就是藥華的電動車新客戶 訂單持續的放量 渴望推動今年啊 全年車電站整體營收 貢獻於四成 且明年的訂單仍延續成長的力道 而受低軌衛星的部分呢 受惠於衛星部件的數量開始增加 帶動訂單明顯的上揚 另外就可以先讀上來說 藥華開始向上突破 且上漲力道強 有機會挑戰去年的高點哦 總部來電 借借 好 我們第二題 小孩的乳牙有幾顆 16顆 20顆 24顆 32顆 嗯 26顆 不是 32顆 不是 22 不是 36顆 沒有啦 我們這個 只有34 16 20 24 32 沒錯 哇 成人致齒大約32顆 巨匠 你以前拔牙齒都是自己拔的嗎 不知道 都自己就掉光了 天啊 20顆自己掉光啊 對 好的 謝謝總部的來電 那我們接下來要破解什麼案件呢 接下來破解案件是神機 神機 投信 連15碼 神機能大顯神機嗎 會不會啊詳細情況聽我解析 這個案件是神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為聯華神通集團旗下子公司之一 是由神通電腦以及美國奇異航太部門 共同合資成立的 那公司主要從事於強固型電腦 塑膠以及青金屬理機構零組件之生產 以及銷售 那公司強固型電腦主要以自由品牌GTEC 行銷全世界啊 已成為全球第三大的強固型電腦廠商之一 他的破解就是四顆星啊 證據是 神機8月營收為30.66億元 月增4.84年增4.4 為今年以來的新高 預期下半年在強固電腦穩健需求支撐下 再加上綜合機構件 逐步的回溫 汽車機構件 持續增溫的帶動下 今年全年有機會達成營收成長8到12的目標 另外就K線圖上來說 整體走勢不斷的向上創新高 走勢還有機會持續上攻哦 總播來電接 好 夏烈豆製品中 相同豆量食 哪個熱量最高 百葉豆腐 嫩豆腐 百葉豆腐 黃豆干 沒錯 百葉豆腐很油喔 不要亂吃 亂讓消夜多一點 是嗎 你還沒講完 我就想說 A就是答案啊 他還有黃豆干 黃豆干跟純銅豆腐啊 可是就是百葉豆腐啊 百葉豆腐 就很油 他是加了很多的食用 食用文是什麼 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話 趕快在底下留言吧 好的 謝謝總部來電 那我們接下來看的案件是什麼呢 接下來破解案件是點序 這個案件是點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為記憶體模組大廠金斯頓轉投資的快閃 記憶體控制IC廠 公司最大的法人股東為金斯頓 及聯電旗下的迅捷投資 那目前產品營收比重為Flash控制晶片 占96% 他的破案件是四顆星 證據就是儲存星快閃記憶體的報價 強勢反彈 受惠三星現貨價近期飆漲四成 帶動合約價的進揚 其他大廠也將跟進漲價 點續作用低價庫存的效益 受惠將很大 另外就K信徒上來說 股價至8月底開始不斷的上漲 已經重新回到110元的附近 且在低檔不斷有大單的開始買入 有機會繼續往上做突破 謝謝局長的解析 剛剛總部抽象我成功贏過局長啦 不過今天探員要耍任性喔 不打算公布機密文件了 不過這邊的局長還是會給大家一點提示 也提醒大家記得要去LINE看喔 讓我們看下去就知道了 機密文件是 蘋果心機出爐 法人預估 受惠大喔 那法人也預估 iPhone15首批的出貨量 約為8000萬到8300萬隻啊 給予該公司買進平等至120塊 另外就K線圖上來說呢 喔 該股本月不斷的向上創高 不斷向上突破 我認為有機會重新挑戰2021年的高點喔 有不錯的上漲空間喔 謝謝局長的解析 想要知道機密文件的話 記得加入局長的LINE跟Telegram喔 萬事恆喔 我們下回再會 掰掰 加入理財周刊 讓你賺進第二份心水 讓你賺進第二份心水 加入理財周刊